球場上 暖暖高中國中部和德河國小兩支橄欖球隊來場友誼賽 相互切磋球技 雙方你來我往奮力達陣 腳底下踩的是剛完工的人工草皮 學生開心的說打起球來真的很不一樣 每次打完比賽練完球的時候全身都是傷 現在就不會那麼多傷 也可以穿丁鞋在裡面練碰撞練什麼的 就不用在裡面木頭地板在那邊摔來摔去 跑起來的話跟之前的泥土地板差很多 就比較彈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那麼怕那個摔倒 以前場地就是可能沒有人去整理 所以就是會有凹凸不平 那就是很危險就是可能會跌倒 那現在的話就是那個有人去整理場地 那場地就變比較安全 然後也可以讓選手就是發揮實力 就是不會受場地影響 暖暖高中國中部發展橄欖球體育專項 多次在國內的球賽中獲得冠軍 成績優異 但原有的訓練場是壓克力球場 加上有多處的破損 下雨就變成了爛泥巴 訓練不方便 市政府投入了350多萬元 協助暖暖高中操場重建 將橄欖球訓練場翻新為人工草皮 很開心這個暖暖他們跟德河他們其實橄欖球 跟這個很多球類運動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市政府教育處一定要做他們體育運動的後盾 而且我們基隆有一件事可以在全國發光發亮就是體育 大家看到民船表現得這麼好 那我覺得我們未來不論是三級銜接 或者是往更這個職業方面的體育活動跟賽事 我們都會持續的比現在甚至過去都會更努力的推動 更多項目更高規格的各類的體育活動球隊跟賽事 請大家繼續的給我們支持鼓勵 3 2 1 踢出 啟用儀式上邀請了市長謝國良 兩隻橄欖球隊伍學生一起開球 校長和教練們都期待 孩子們將來訓練除了更安全之外 球技能夠更精進 基層或者是中階二階的訓練環境裡面 這個場地算是已經算蠻不錯的 而且這種場地也是蠻符合我們現在 在基隆市所需要的規範 因為它第一 它安全 第二 它我們這邊經常下雨 那它這個排水聽說也做得蠻不錯的 那這是一個標準的手球場地跟五人制足球場 所以在推廣手球跟足球方面也都非常適合 那加上我們旁邊有兩個排球場 所以我們整個運動設施規範的非常完善 這個也非常謝謝市府跟教育處給予經費的一些補助 相對於以往壓克力或是硬直的材質 那因為橄欖球的部分會有更多的摔跟鋪跟跌倒的一個可能 所以在這一個人工草皮的部分它排水比較好 會比天然草皮因為它就比較不會有凹洞不會泥力 所以他們在練習上就是任何時間只要下過雨以後 其實就可以使用 除了暖中橄欖球隊成績優異 德國小橄欖球隊在今年的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國小帶勢混合組獲得了冠軍 八年內拿下三座冠軍 德國小也將今年的冠軍獎盃獻給市長謝國良 記者黃壽銘基隆報導